- 公鞋校长在圆曲是比较轻柔一点的音色 在现场演唱可以听到他一开始唱进来的时候是想要扎实的唱的 但是你会发现他扎实的唱之后反而更失控的感觉 会有一种在破音边缘的感觉 - 公鞋校长在圆曲是比较轻柔一点的音色 - 公鞋校长在圆曲是比较轻柔一点的音色 我们那个飞轻柔一点就有一种快要飞出去的感觉 那公鞋校长的撞凤其实非常的典型 但是也很容易不被察觉 很多人看到的表象就是公鞋校长好像不会唱歌 但是其实他的问题只要认真练可以改善很快的 所以下一支影片我会来详细讲解原因 所以如果不想错过影片的话记得要追踪我的账号哦 今天讲到的轻柔的音色或扎实的音色 其实就是好球带偏上或偏下的音色 关于好球带可以去看我主页的置顶影片 或是我们的炼唱地图这个课程里面有更详细的讲解哦 有没有 感觉